六百旗都穿过了大半葛青蛇郡 珍珠校尉黄小快仍是没有见着世子殿下的身影 有点沉不住气 若是殿下万一有葛三长两短 他一个小小灵州校尉 提头去见大将军也赔不起这大罪啊 不过有灵州副将韩劳山好言安慰 黄小快只能压下满腔烦闷 毕竟韩将军还有葛大将军十几年贴身护从的殊荣身份 对清凉山王府大小事物之根之底 这才让黄小快宽心几分 北梁不缺董月琪这样坐享荣华富贵多年而迷失本性的将领武夫 但像黄小快如此感恩戴德恪守本分的老实人 也一样不少 春秋战事落幕不过一代人的光景 北梁这栋大宅子 有北边的北莽蛮子愿墙外虎视眈眈 勉强还算是互输不渡 许多人还记得住自己或者是父辈身上那股子战火硝烟的血腥气味 一滩九四 外边风雪如素 额毛大雪素素落 年纪差了一倍的两名男子相对而坐 要了两壶吉南入口却很能暖胃的烧刀子烈酒 各自慢饮 九四内九克寥寥 桌上割了一杆无音长枪 让九四掌柜漫天要价的心思也浅了几分 能在北梁道上堂而皇之膝带兵器的江湖好汉 都不简单 掌柜舞着手 不禁多看了几眼那个衣衫褴褛的年轻公子哥 看着不像是穷苦人家 怎的再酷寒十分这般寒沉装束出门 就不怕冻死街头吗 这只娘贼的撒泼老天爷 那可是每年冬春交际都有熬不过去的可怜人 这一路被识夺得凄惨无比的徐凤年喝了口烈酒 通体舒泰 对面徐衍兵缓缓说道 百川入海 万流归宗 炼剑炼刀炼枪 到头来也就是断住那一股形神意气 不过这类措辞说好听点那叫提纲窃领 说难听也都是些空洞的大道理 可是不说又不行 徐衍兵当年离开师门闯荡江湖 正值师兄王秀与春秋剑甲的李纯刚在江湖上高峰对峙 听了许多赞誉 其中有一句是独占春秋三甲的黄龙山所说 可笑世人见世短 不知其中见气长 是讲述那李纯刚建议充沛举世无比 一见出鞘就是气冲斗牛的辉红气象 起先听着只当是有些文采的一美之词 后来真当自己由金刚步入止玄 才知晓此言并非无地方使 招数不论是反所至极还是反扑归真 都要在神意二字前退避三摄才行 而天下神意种类细分下来 不计其措 如你我脚下的一路 有许多条 其中又以剑意一路最为引人注目 因为走在这条路上的剑势 实在太多 成就了群峰迭起的景象 犹如一条绵延不绝的龙脉 五人仰逸一事 就像官场上的氧气功夫 实则如出一彻 先前徐衍兵跟殿下提及剑意二字 并非要简简单单让殿下气刀炼剑 而是由老剑神两袖青蛇和剑中养育飞剑的雄厚底子在 境界叠了 叠得不过是那内力 不妨碍意气高楼平地起 尤其是殿下在陶塞楼酌情有物 人猫寒生轩能够以止玄杀天象 便是他的止玄感悟 促遍天下高手 仅次于邓泰阿一人而已 这才让他号称陆地神仙之下寒无敌 我被武夫生死之战 不是民事轻谈争辩 咱们只会怎么不择手段怎么来 为殿下所杀的西蜀草堂主人 就是例子 只上坛兵起来 恐怕能算陆地神仙了 可在真正邪水里锤炼过的拔尖武夫面前 不值一提 只狐的老虎 一捅就稀烂 都说寒门不出贵子 温柔香也出不了一流高手 这些人行走江湖 哪怕起点很高 花哨得很 不懂也不屑那些不合章法的野路子 对上同敬高手 只有被羞辱的命 若非如此 生下来就有名师和秘籍的他们得天独后 怎就走不到江湖凹头 殿下让徐衍兵倍感欣慰 就在于那趟北莽之行 把自己放在必死之地上 慢慢打熬境界 走得跌跌撞撞 可一旦到手 那都是实打实的东西 不像许多江湖世家名声雀起的晚辈后生 手里密集无数 可曾有一本半本是他们自己撰写出来的心血 一辈子一步一驱 不仁厚尘 如何成才 我徐衍兵当初离开世门 一来是外姓子弟 不愿跟师兄王秀争什么 二则也是不愿自己坐井观天 想亲眼见一见外边江湖的风土人情 亲眼见一见出世入世的各路神仙 这些年跟师兄寒劳山喝酒聊天 他也说入江湖晚了 才会滞留止玄境界多年 兴许这辈子都无法跻身天象 当年师父四名敌传弟子 天资最高的不是我 也不是王秀 而是一个从未在江湖上出现过的吴精灵 他九岁入品 十二岁就已入二品 十七岁入金刚 天纵奇才 几乎比肩当时破镜之快堪称天下第一的李纯刚 可至此之后 跟王秀争夺师门掌门 经历了一场生死战 惨败告终 就失去了满身意气 迭尽不止 终日酗酒 就在这个天气里 醉死在街上 徐凤年笑道 挺可惜的 否则咱们北梁就多出一位登顶巅峰的大宗师了 很少多愁善感的徐衍兵感叹道 江湖江湖 每次石子投下 起了湖水涟漪也好 激起江水巨浪也罢 肯定都会有人淹死在里头 指不定哪天就轮到自己 吴精灵若是像那龙虎山天师府的赵宁神 如今比我徐衍兵的境界只高不低 徐凤年摇头道 有些人旁观江湖还好 可是天生不适合在江湖上混 这就如同朝堂上的那些状元郎 其实没几个能混到二品大元 没几年就被风流打散 远不如那些普通的近视极地 徐衍兵点头道 不幸命不行 尤其是侥幸入了天象境界后 才知道虚无缥缈的气数之说 绝非先被用作唬人的荒诞言词 徐凤年一口饮进碗中烧酒 放低声音说道 先前酌情有误 思来想去 也就是事误了来去两字 徐衍兵兴致浓郁 放下酒碗笑问道 殿下此话怎讲 徐凤年双手插秀 望向窗外风雪凌厉 眼神飘忽 悠悠然说道 我曾偶然与王先知一战 谈不上如何酣畅淋漓 王老怪到最后关头称死也就是七八分气力 这之后我独处荒野 也不知是出窍神游还是走火入魔 反正先是陆续在脑海中退散了山川和月诸多天下事物 那种感觉 妙不可言 好似天下静握手中 却能够随意弃如碧履 比起人间帝王还要来的指点江山 然后身无一件外物 百无聊赖 又将那些退散之物一件一件取回 只是这一散一曲之间 对我而言 一开始就只是个看客 并无抓住什么 直到逃腮楼帮人酌情 记起酌情所求的不平而鸣 加上当时所见宋念卿第十四件 隐约感知到这地先一件归根结底 是在为谁鸣不平 而我当年做了许多一直千金败家底的荒唐事 如今也不过是一件一件捡取回来 但我要鸣不平事 却不是为此 而是当时神游万里多的 收敛思绪前的最后一处 是至深九天云霄之上 恍惚之间 像是看到蛟龙翻腾 行云不语 更有许多为仙人正经为座 位列仙班各处 不论云卷云书 他们始终手持鱼竿 无线无钩 却高高坐于众生头顶 一次次甩起鱼竿 掉起了天下丝丝缕缕的气韵 尤其是北梁之上 提干次数尤为平凡 而那隐行高歌的仙人背影 我分明熟悉 却偏偏记不起是谁 我有不平不得明 如何是好 所以我很想知道 若咱们头上 真有人上人 有没有法子去世一世斩龙杀仙人 才算解气 哪怕是境界修为深不可测的徐衍兵 听到这种口气大到足以遮天蔽日的疯癫言语 也有些瞠目结舌 徐凤年猛然起身 望向东方 悬亭在东海武帝城外的春秋一剑 终于动了 东风俊以东式折柜俊 一位风度翩翩的黑球公子哥骑马缓行 一柄白鞘长刀横在肩上 双手懒洋洋搭在剑身上 随着马背起伏不定 腰间玉带插了一把折扇 意态闲适 身边有一名护从没有骑马 身形矫健 跟在一人一马后头撒脚狂奔 俊逸公子哥骤然停马 回手望向遥远东方 那剑状护从小心翼翼询问道 公子 那北梁世子终于按耐不住了 公子哥如女子纤细白皙的食指轻轻敲打刀翼 好似温柔安抚翼中明刀 笑容迷人 嘖嘖道 还没呢 不过随斜骨那人那剑可算都吃饱了 准备跟王先知一剑决胜负 护从咧嘴笑道 公子 若那世子殿下果真宰了提兵山山主第五和 可就不是擅查了 公子的小心些 公子哥白眼近似女子媚眼流转 掌嘴 好心提醒的护从立马静若寒蝉 一耳光狠狠拍在脸颊上 当场就把嘴角拍出心红血迹来 这才心满意足的公子哥继续策马前行 自言自语道 世人都说武当上任长教洪喜相是斩魔台齐玄正的转世 我呢 跟那些被其大真人所斩的熟数伯伯仪审们 勉强都算是亲妻 即便他们辈分跟我相当 可年纪摆在哪里 红喜相不知为何自行兵解 既然那姓徐的跟武当山有一份大渊源 我不找他的麻烦找谁的麻烦 等本公子收拾了徐凤年 在北梁待上一两年 差不多就可以摇领执掌逐鹿山了 让一个来历不明的娘们骑在头上 这滋味不好受 本公子从没有女上南下的癖好 先让他跟徐山轩缘清风斗出个结果 再说 实在不行 我亲自去一趟逐鹿山清理门户也未尝不可 虽说单对单 仍然不是那婆娘的对手 可带上数千铁骑 捎带百位大内高手 便是那王先知 也能寻一寻他的晦气了 这魔教啊 迟早是本公子名正言顺的囊中物 虎从黑黑笑道 公子便是做龙仪也能做得稳当 公子哥双手松开刀鞘 刀鞘悬出一个大圆 以他这一人一技为原心 十丈之内雪花都给碾碎的稀稀拉拉 虎从耳中清晰听到马上公子哥讥笑一句 乐章 你好歹也是位金刚镜的高手 还从人猫手底下逃过一劫 有点风骨好不好 带你这样的别角祸色出门 很丢人的 那护从满脸缠媚笑道 在公子身边 刨腿打砸就是天大的荣幸了 公子哥撇嘴一笑 看来我从顾剑堂那儿学来巴成熟的方寸雷 就把你的脊梁骨都打折了 护从使尽点头称是 公子哥仰头望着漫天风雪 一脸无奈 江湖无趣 未完待续